我小时候我的一个梦想当中的工作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出租车司机 然后我的车 然后我的车里面我要四脚都放那种很好的音响 然后我就想就是 我每天可能会开车遇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然后我就在车上放我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就去接触这些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去跟他们聊天 对 是从这边上吧 今天要见我的初红同学了 其实我听就已经见过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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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一直做房地产 房地产 现在是房地产大号 哇 什么都听不见 你真的很吵哎 滚 哇 两年没见 哎呀 哈喽 然后两个半斤很长 然后点个炒面 然后它最比较推荐的就是那个 所以摘菜不是素的是吗 是素的呀 就是它那一锅里面全都是素菜 然后喝点汤 然后吃点菜之后就可以再把这个就是肉什么的涮进去 然后比较推荐的 然后比较推荐的就是牛肉粉肠 然后还有那个酱大肠 没有没有 那个酱肠 牛筋 是不是 豆皮要一个 可以要个炸豆皮 炸豆皮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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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菜 看它的汤应该是高汤吧 高汤 然后再把那个肉倒进去再煮肉 这样子就是会破坏那个汤的气象 谁啊 是我吗 没有成果 哈哈哈哈 你看 哎我记得好像 上初中的时候 咱俩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还啥关系 就是 就是没怎么说过话 其实啊 我们俩是初中同学嘛 你那没啥关系 说的好像一个人 他那个时候 他那时候还搞那个什么呢 校园霸凌 你吗 对吗 我吗 对啊 你们不是成立了 我霸凌谁了 而不是吗 而不是你散菜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并没有霸凌 霸凌谁了 你们不还组建了一个女生的小团体吗 谁啊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没有 只是那几个玩 一起玩的比较好 对啊 那不就是吗 那谁还没个朋友来 像你啊 我们是有一个小团体 然后那里面男的都很帅 女的都很美 然后 然后 五姐妹和五兄弟 然后 然后 It's me 我觉得我从那个小学 然后初中高中 大学啊 然后 面向最深的 就这一段 就他们五姐妹和五兄弟 是班级里边的那个 然后班主任还找我们喊话 他觉得我们早恋了 对 然后他们 互相之间还有什么三角恋啊之类的 哪有谁和谁啊 有啊 谁和谁 那个 对啊 哈哈哈哈 你看 然后他和我们学校的小婚婚 残恋啊 对不对 就旁边班的人 什么大哥的女人 哪是他追我好吗 我的妈呀 我都要去告老师 去告老师了 别得了 你 真的 大哥的女人 这么说 我感觉我好早熟啊 大哥的女人 真的是 真的是他们追我 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因为 后来怎么样 你怎么比我他妈自己的 对自己的回忆 还一想说 我们是知识观的群众啊 看到 不认识我 我明明就是大哥本身好吗 什么叫大哥的女人 变成了个副属品的感觉 自罚 是不是 自罚 你把自己当半爷是吗 自罚 我不嫁入豪门 我就是豪门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你们只是不知道这船八卦而已 没想到你这么生猛啊 真的是 真的是那个人追我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我小时候发育的比较早 就是其他女生都没有胸部的时候 我就已经长胸部了 所以我就变成了大哥眼中的 哈哈哈哈 鱼肉 然后就使劲儿吹我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天天在学校门口读我 然后后来我就 有一次我跟他说 我说你应该再这样 我就要去教老师了 然后我就很生气的走掉了 然后结果后来 他就再也不骚扰我了 怎么了 你还记得那个男的教育一下 我这个八卦 忘记了 hello 男子以前跟我说过你 说他之前在那个ZARA 然后做到了店长 然后后来就 他就说就就就就一路就玩去了 然后玩到了玩到了三亚觉得很喜欢 然后就在那了 然后现在也不知道他 是 是我在之前上班的时候来这儿过年 就是年假的时候来这儿玩 玩了十天 然后后来觉得好喜欢呢 然后又来玩了十天 然后就决定要来这儿了 然后才离职的 不是离了职才出来玩的 那你这样子听起来 你的人生就没有那么精彩了 我觉得也蛮精彩的呀 就是因为喜欢一个地方 然后就离职 离开家乡 然后就来了呀 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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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个过程是 从北向西 然后再向南这样子 我就是在中国走了一个就是 就是犀利 哈哈哈 对 真的呀 对呀 对呀对呀 来你你为啥 转一转 为啥这么喜欢海里 你们现在来了这里就知道了呀 就是生活节奏很慢 还有其他的等你到山下就知道吧 真的吗 空气质量蛮好的 因为这个级别很高 希望你们是认真的挺会那里的生活 而不是只当一个游客 哈哈哈 来了一个老字号的亲骨粮 是公鸡碗 十一点了 店里面还是蛮圆 蛮圆 这里其实是有夜宵的地方 嗯 是啊 白天太热了 就是人们可能也不愿意出来干嘛 然后反倒晚上会有点一碗清 清汤的 然后点一碗炒冰 那可以互相炒一下 这个不是用那种椰汁 哦 视频都看到这儿了 不给个一键三连吗 点赞 关注 收藏 投币 你永远的幸福 是我最大的心愿 你永远的幸福